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現在有兩個行星 都繞著太陽轉 然後第一顆 它的近日點是1Au 遠日點是3Au 第二顆行星的話 近日點是6Au 遠日點是10Au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求它的這個平均軌道半徑 平均軌道半徑的話 這個是RA 或是AL 就是半長軸 這半長軸的話 是兩個加起來除以2 3加1是4 4除以2的話是2Au 這個的話 加起來除以2 這是8Au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看 這是個橢圓 現在的話 這個近日點 這是遠日點 所以我們還可以算出什麼來 算出這個 C來 就是那個半焦距 半焦距的話 等於多少 等於是這個 2分之 原日距 減掉呢 近日距 所以C的話 等於多少 就是這個焦距 就是這個焦距 4等於什麼 4等於這個原日距 減掉什麼呢 減掉這個近日距 除以2 除以2的話就是焦距 所以是這個減這個除以2 這是1Au 這個減這個除以2的話 多少呢 4 4除以2的話是2 2Au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求出它的什麼呢 半短軸 半短軸 我們想的 這個V的話等於多少呢 根號多少 根號1平方 減掉C平方 好 那這樣的話 我看這個 這是根號3吧 2的平方減1的平方 開根號 這個是 根號3 這個呢 這個我把2抽出來 2抽出來的話 這根號多少呢 4的平方減1的平方 16 減1 這2根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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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求出什麼來 他問這個面積速度的比 那面積速度的比 我們知道這個面積速度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πAB 就是轉移圈的這個 少過的面積啊 除以轉移圈的時間 但是問題 這個T又跟什麼 根據行星第三經理嘛 T平方又跟那個 R三次方長正比 所以T的話 跟什麼 這個實際上就是半長軸 A的多少呢 2分之三次方成正比 所以這個跟什麼 這跟什麼成正比 A B 乘以多少呢 T的一次方 透過的話 是A的多少呢 2分之三次方成正比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 B B 處以多少呢 更好A B的話處以更好A 所以我就知道說 他的這個面積速度 跟這個成正比 那也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個第一顆行星 他的面積速度 比上第二顆行星的面積速度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就等於B B的話就是 跟到三比 二跟到四五 跟到三 比二跟到四五 再乘以這個倒數 開根號 就多少 就A 根號多少 根號8比 8比2 好 那這樣呢 就算出來 三五十五 二 二 二四的八 再開根號就二 所以二跟二就消掉 所以是一比根號 這五的話在根號裡面 一比根號 所以他的面積速度 比是一比更好